臺灣是一個沒有資源的島嶼 一籠起家 但是我們卻製造了一個經濟的情形 現在的臺灣是全世界第17大的貿易國 第18大的經濟 外匯存體全球第三 愛西的代工跟東方這次產業 居於世界領導的領域 LCD產業世界領域 製造了一個經濟的情形 臺灣過去有世界最長的界限 軍事控制 威權的壓力 但是我們從 借修借言 從屬出政黨 然後到政黨努力 我們又製造了一個民主的情形 當時臺灣有七成四的人民 認為臺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更有超過七成七民眾 認為臺灣應該要加入北克國 不像在政黨問題之前 我小時候 連講我的父母話 所謂的主話 更不難講臺灣 但是到前臺灣的主流民意 已經有七成四 認為臺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這種主流民意的轉變 這種主流的家族 很清楚臺灣就是臺灣 臺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跟中間的歷史中華人民共和國 我們希望繼續為民主 自由 雷錢和私家資 來進最大的利益 我們對於民連電政府 最近八十四 我們也深來 行政院請做外交會 來做一個立場上的關切 我在這裡 也要代表臺灣的政府 來感謝各位友方 長期以來對臺灣的支持 我們非常掌握國際的局勢 臺灣有信心 有能力 更有意見 成為國際社會當中 一個負責任的一個成員 我非常誠摯地期待 作為國外友人 能夠協助臺灣 將臺灣主流民意的聲音 能夠傳到世界 也讓外國的人民 能夠更加了解臺灣的土地 鬥紅洗手 支持臺灣的民主 也捍衛自由 民權 民主主事的家庭 最後 我要祝福民主經濟黨 吃快樂 也要祝福各國的大使 代表我們的友方 國運參與 我們也要謝謝臺灣跟各國之間 保持最友善的一個友誼長存 寬體有福 也同時也祝福大家 身體健康 不檢視九十、還未慶世 感謝大家 也祝福